海洋是地球水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保护海洋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 令人深感忧虑的是 日本政府无视国际社会关切 以及太平洋沿岸和岛屿国家的反对 执意要将超过130万吨浮岛和污染水排海 这种做法严重危害全球海洋环境 生态系统和各国人民的生命健康 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国际社会应该严肃对待这个问题 敦促日方正视各方正当合理关切 停止和污水排海计划 切实以科学安全透明的方式 处置核污染水 并接受严格的国际监督